如果1加299是用基因素偶素分别加种的话 所以如果我要分别加种,我刚刚讲了两个方法 至于哪个方法比较简单呢? 我个人的习惯还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很多时候我写,当它回圈里面加逻辑判断 这两个把它串在一起,其实就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你说两个回圈,也可以啦 至于哪个速度比较快,这也要考虑优化嘛 不过我跟各位讲,那个相差百分之一秒的事情 完全不用忽略不弃 所以很多同学常说,老师,我觉得哪个比较好 我说,有什么差呢? 对,差那个0.1秒 对吧,都可以忽略不弃了 因为现在电脑速度跑太快了 除非说你跑的资料量真的非常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你可能还才要去考虑到这一点 至于哪个跑得比较快,其实我也没特别 因为我觉得现在都不用等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计算 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而且你可以再跑一个比较大的资料 看看哪一个比较快 到底是跑一个回圈加逻辑判断快 还是两个回圈快 不过以我的经验,应该是跑一个回圈快 因为你跑一个回圈,你可能就是要 就是要让他 那如果你跑两次,那一定是比较慢的嘛 对啊,OK 所以如果你考虑到效率问题的话 恐怕还是要在一个回圈里面解决掉是最好的 有没有 有点像你啊,就是你那个 捷运站一样嘛,进站一样嘛 你就让他一直整个进去 OK 那你如果让他再跑两次,当然整个 不用你跑两个关卡,当然一定会比较慢一点点 就一个关卡,整个就乱玩 所以呢,如果我要积有数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啦,你可以在这个 奉回圈里面,有没有 奉回圈下面这一行,一般习惯加一个一幅 有点像是那个捷运站你进去的闸门 闸门哦,那个闸门是什么 你帮我判断一下 OK,当然现在闸门主要遵用什么 有没有刷卡 有没有,你有刷卡,你就可以进 如果你不刷卡,就不能进 大概是这样而已,OK,其实这蛮合理的 因为我发现这真的是很文明的东西 以前如果没这东西,好像真的不方便 所以后来台铁跟进,台铁也变文明了 不然以前台铁我记得好像买那个 那个票有没有,然后 而且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是 有那个站长在那边帮你捡票 然后你会发现就排了很多人,然后一直排队排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大家都不守规矩 大家都在那边插队,挤来,挤来,挤去 OK 可是现在好像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方式 那这一东西其实也类似 就是怎么样让一些资料 比较有规律的在自己弄 所以后面一符,你就加一个逻辑 什么样逻辑? 我们只要是 要判断说那个I的值是基础还是偶数 所以我想到的话,当I呢 它能不能被整除 或者是 基础的话是 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多少的余数的话,你就要加个百分比 除以二的余数 如果是基础的话,它应该等于多少? 如果是等号的话,后面加等于的话 你就记得要两个等于 等于等于 等于多少呢?等于一的话 OK 那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除以二之后的余数为一的话 那冒号呢,表示结束这个判断 OK,那Enter的话呢 表示呢 这个后面就是你要做什么? 那我要做 把那个 基础I的部分加,加在一起 加我们之前只有磊加在这里 所以我的习惯是拿这个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我希望是拖拉加一个坎坐键 这样就多一行 所以其实写程式的话 很重要,Ctrl键加拖拉 很多程式就自动出现 OK 那问题来了 Ns 因为我有两个,一个基础跟偶数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NsA好了 也就NsA是基础 然后呢,所以上面的话就必须加一个NsA 那当然呢,如果偶数的话就NsB 所以呢,可以在下面再加一个NsB 好 那如果呢,假设能够除完2之后余1的话 那就是基数 那反之的话呢,底下就加Ls 冒号 然后把这个拿来给那个Ls用好了 那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NsB,有没有 这边再加一个 咦,这就分别 基数就 就是处理基数的加 所以呢,NsA得到的结果就是基数的 NsB就是偶数 应该这样可以理解吧 OK,这样写完 写完之后的话呢,最后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那就加总 比如说这个A,A的话就是基数啦 所以加总 就前面加一个基数 不过打基数 打奇数好像比较快 变这样 奇数 马上 OK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偶数 所以把这个再复制一个 就是 一样的叙数,只是把它改一下 改成偶数 然后 这边就是NsB 好,那这样的话 神社写完了 OK,确认没问题的话 把它弄一下 这边有个叉叉 Ns 另外的话 Spider它有一个缺点 它有时候那个错 里面没有bug 它前面有bug 那因为 它会比较慢 我看,弄一下 它有时候 它没有办法马上修正 所以它一直会出现这个 那你弄完没有错 那OK了 有时候它会出错 那你会发现基数偶数呢 就分别做输出了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第一个方法 OK 那想说老师 那我希望 把它两个 用另外的方法就是 这个跑两个回圈 所以特别是我刚刚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加一个一幅 然后一个逻辑 当什么样的条件发生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当然了,你若有多重的 像ABC 像那个前 上个礼拜那个成绩也是一样嘛 比如一堆 学生的成绩进来 然后你要把它改成 用ABC 的这种评比的话 那也是一样嘛 就是把所有的成绩读进来 然后再根据它读到的成绩 去做 它的评比的输出 有没有 那这样就很快 可以把它做完 那所以这个是step 1 就是方法 方法 那如果说假设你说 那如果我不要用那个逻辑来处理的话 那我可以用两个回圈 那两个回圈其实也差不多了 就是第一个的话 我们如果不用那个方法的话 那我们其实一般习惯是 我在改成第二种写法的时候 通常我不会把程式整个delete掉 我会把它变成注解 等到我确定说我改完OK了 我再把它删掉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刚才写的东西 变成注解的话 那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 可以记一个快速键 注解的话就前面加紧字号 那VBA是单名号 OK 这个可能注解符号不难 但是在spider有个快速键 叫做Ctrl 1 如果你记那个Ctrl 1 你会发现 它其实只要选范围 然后你加上Ctrl加1 它就会马上帮你把你选取的范围 就通通注解起来 你如果移开的话 它就变成像这样的状态 意思是不执行 但是你如果把它恢复的话 也很简单 一样是Ctrl 1 就是在你注解的地方选起来 然后按Ctrl 1 它就恢复了 所以这个Ctrl 1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前我在写Java 也是一样类似 好像也有类似的快速键 其实不管写任何的语言 都有类似一样的功能 就是快速帮你把注解 另外快速把程式改回来 不是注解 记得 这Ctrl 1还蛮好用的 所以spider里面 有几个快速键 你一定要记啊 Ctrl 加放大 Ctrl 减缩小 有没有 注解Ctrl 1 有没有 解除Ctrl 1 OK 大概这几个快速键一定要记啦 因为好像我们前面有取代嘛 取代是Ctrl R 有没有 Ctrl R下面就取代了 有一些常用的你就记啦 如果不常用没关系 上面其实也会有那个快速键啦 你当然我也可以把它记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如果要把它改成这两个回圈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 可能第一个是基数部分的累加嘛 那累加的部分的话 假设先基数的话 那这个NS累加 这个 一样啦 反正就是一样的NSA跟NSA 所以这个方式 这是把原来回圈改成step 第三个参数 Range第三个是step 间隔多少 间隔2 那这样下一个 1 3 5 7 9 到99了 OK 那就跳里 所以 它刚好就是1加到99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回圈 那如果第二个回圈的话呢 一样把这个回圈Ctrl C 那如果第二个是偶数的话 那你就把它Ctrl V贴上 那只要改什么 把这个数字怎样 改成25就好了 那2的下一个不就4 4再6 那它98 98下一个100 100就跳里了 100就stop 那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B不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诚诗也写完了 结果也不一样 试试看 刚刚是2500跟2450 这个的话执行 也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哪个简单呢 好像第二个比较简单一点 OK 但是 我自己个人习惯 我还是会写 这个逻辑判断优先 为什么 因为逻辑判断会比较万用 因为很多工作流程通常一定是先跑大量资料进来 然后做逻辑判断 看要怎么样处理再输出 OK 通常比较不会说我跑一个回圈 然后再跑另外一个回圈再做一次 再跑一个回圈做第三 这好像有点不太 就像你ABCD 你不可能说我跑四个回圈 那这样子跑起来速度一定是比较慢 通常还是一个回圈 然后里面的话做四种逻辑判断 这样就搞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第一个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 求余数多少 我这边是余数为1 可是有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改成余数为0 可以啊 如果余数为0的话 那if下方就是放偶数 l 的话呢 那就是放g 数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甚至如果你是要3的倍数 5的倍数 7的倍数 其实也是雷同 怎么样做 就是能够被3整除的话 那就是3的倍数 能够被5整除的话 那就5的倍数 这照考试又考这一题 能够被3跟5同时整除的 把那些数字加总在一起 然后print出来 OK 这就是一题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题 我记得 其实也很好 所以我很多次先做过的练习 然后现场有时候直接写 现在写就写出来了 因为不难啊 就是很顺 很顺的就顺的那个感觉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就横脸多一下 所以两种写法 那主要呢 这两个为什么要特别多介绍 主要你会发现 它的重点都不太一样 一个是强调逻辑判断 一个是强调step 有没有 你可以间隔多少 至于哪一个好了 其实我说真的 也没有绝对的 OK 你们其实 除了要不要写错之外 可能还要思考 哪一种写法 是比较适合你的啦 OK 我是觉得有时候 真的程式 也不完全一定要copy别人的 那你说哪一个程式是最好的写法 我反而觉得 你自己写起来是最舒服的那个程式 我是觉得那就是最好的解法 因为我发现每个人的这个 脑袋的那个结构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好像 右脑比较发达 有的人左脑比较发达 有没有 那男生女生就不一样 有没有 是不是理工应该是偏左脑 然后 是不是 右脑是感情吗 然后左脑是 这个 比较理智吗 OK 我不知道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因为 每个人的思考逻辑不同 所以习惯的写法也不同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你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把程式给写出来 那将来的话呢 你再写程式就会很顺了 而且你会写的 写的很有自己的味道 写什么写的都OK 试试看 换 welche好 我就会写了 巨就���支持